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他和张维侠创办的地产集团总资产已近3亿美元 成为亚特兰大最有影响力的地产运营商之一 今天橘子将他10年房产投资经验合盘突出回馈大家的信赖 如果通过房地产建立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有很多种 我自己只懂房地产 我觉得房地产是一种很好的建立被动收入的方式 我在之前举制出房产里面介绍过美国的房价变化 我再给大家念一下 从1940年以来美国平均房价的中值 那1940年房价平均是2900块钱 1950年是7300块钱 1960年是11900 1970年是17000 1980年是47000 1990年是79000 2000年是1119000 就是这些数据平均每10年涨1.5倍到2.5倍 在下面再看一个图 这个图的曲线就表示这个房价变化的曲线 其中有一条那个特别陡的 它是没有经过校正的 没有经过通货膨胀率校正的 房价为什么要涨 因为有通货膨胀 然后就是经过通货膨胀率校正 你能看见那个房价还是这样往上涨的 就是按照通货膨胀率 本来是这样涨的 通货膨胀率校正完之后可能是这样涨的 就是说房价的涨幅超过通货膨胀率 但买房投资 你看见的不仅仅是房价的增值 因为我们自己关心的是 我投进的钱收益是多少 你投的钱的收益 有可能是房价的四倍 为什么 因为你买房子你可以带到出租房可以带到75%的款 这个贷款像一个杠杆一样能把你这个投资收益翻倍 如果自住房可以帮你翻五倍 如果投资房能够帮你翻四倍 你自己比方说是75的贷款 你自己付25% 如果这个房子平均在你持有房子期间 年增值是5% 你能拿到5% 那这75的贷款 银行不要增值的 银行说你只要付给我利息就好了 增值我不要 所以它那个75%的那个增值相对于你这25%的投资来说就是三倍 你自己挣一倍 贷款挣三倍合在一起就四倍 但银行说你也不能白用我 你要付我利息 那利息谁付 租金付 就是房个的房租 不但能把你利息付了 还能帮你帮本金也付了 我现在就举几个例子 就说如果你持有房地产 整个长期持有 你大概收益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是1950年买的 房价是7300块钱 25%的首付就是1800块钱 等到30年后 平均房价是47,200 但我们这栋房子已经你持有30年是30年的旧房 我在这个平均房价的基础上我乘以0.6 因为它是旧房子 相对于这个房子来说你投了多少 你1950年你投了7300块钱 那现在这栋房子值多少钱 值28000块钱 相对于这个房子来说 在这30年当中 房价的增值每年是9.5% 那相对于你25%的投资资金来说 年收益是48% 你投了1838块钱 到30年之后 你这笔钱变成了28000块钱 你的年收益平均是48% 如果是1960年买房持有30年 平均房价增值每年是9.96% 1970年如果买持有30年 平均房价是10.74% 如果是1980年买 平均房价增值是5.99% 就从1940年到2000年之间这个历史看的话 房价平均每年大概是涨5%到10%这样的 这是平均数 可能某些层次高一点某些层次低一点 如果你把钱没放在股票上 你放了一栋房上面 你这放了30年 大概收益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很好 而且很稳定 有些东西股票会跑的 比特币会没的 但是房子不会走的 你说火会少了 你买个保险就不会了 就是你买保险买好就不会的 那个房子至少还会在那的 总是能住人的 平时有住进收入 增值也很好 那你如果说你看了这个数据 然后你听了讲这几集 你觉得被动收入特别重要 通过房地产去建立被动收入也很可能 你现在动了这个想法 那现在呢 你从现在开始就开源截流 你每两年在亚特兰大 每两年攒5万 你买个20万左右的新的出租房 你在20年左右你就能买10个 你如果从40岁的时候开始计划这件事情 你到70岁的时候你名下会有10栋房 这个房令是从10年到30年不等 到70岁的时候你会有一栋没有贷款的出租房 你第一栋买的那个贷款30年贷款全部还清了 那这栋房假定那时候的租金是2000块钱一个月 你有一半会付费用 你有一半会剩下来 你每个月会有一千块钱的存收入 之后你每隔两年有一栋房还清 每隔两年收入增加一千 等到你90岁的时候 你的被动收入就有一万块钱 就这10个房给你带来的被动收入 但你90岁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还活下去 所以你这10栋房 你随时可以开事后的钱出来 你随时可以瑞凡胎士钱出来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听了一项试一试啊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告诉一下 我很希望你在开始之前 你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认为对你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第一就是你要有一点眼光 你要选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 你在这个城市当中 选一个蓬勃发展的地段 发展很好的地段 因为你要跑赢那个平均数 你在这个地段 要选一个当地受欢迎的房型 我如果是在一个老人特别多的地方 我可能就买一个乱去就可以 我不用选四个卧室 结果四个卧室全部都在楼上 我在那些穷的地方 我可能不用四个卧室以上的卧室 三个卧室就可以了 那有些地方可能 那些地方的人喜欢一层有卧室 就说去选一个当地最受欢迎的房型 你要跑赢平均数 你每年的收益就会有30%以上 那第二就是持有时间越长 你那个风险就越低 你能赚到那个数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短期持有 你就知道每一次转卖 你大概会吃掉你10%的利润 5%的总结费一定要花的 每次你在卖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点事情的 你要清洁 你要做一点耍旗 你一定要花一点钱的 房客买了你的房子 做房检一定会查出问题的 整个转卖的过程中 你大概算出来 可能有10% 8%这个费用 那如果你买这个房子是5年3年的 很可能这个转卖的费用 就把你利润都辞掉了 持有时间越长越好 那第三就是用上贷款 降低你的投资金额 你的你的投资整个分母越小 你收益翻倍增长的这个速度就越快 你买房的速度也能快一些 你两年可以涨5万 你如果说我不贷款 你20万 我不到 你可能要涨5年 涨10年 你才能买一档买一栋房 等你涨够买这个房 你房价不是20万了 已经是40万了 还是有风险 可能有一天房子会没 有一天你投资 你这个可能会出问题 有一天可能你会有什么责任 有风险 如果你用上贷款 你亏的最多的 就是你的首付 你如果不用贷款 你亏的是整个的 全部的买房的价钱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说 你如果做投资房 你不是自住房 你最好不要往里面搭钱 你买的时候就算好 我一定要最低的利息 我一定要最长的还款计划 我要算那个租金收入 我要确保这个房子不往里面搭钱 就搭的越少越好 因为你搭的多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你自己心里会没平安 你会影响你的心情 你会有一点压力的 我现在五个房 每个房都要搭钱 我现在十个房 每个房都要搭钱 我现在有一天有100个房 结果你水管工都不改用了 你成天去修水管 因为你要省钱 你压力有点大 第五个就说 有增值的时候 随时cash out cash out的钱干什么 你可以再去买新房 这样你买房的速度就可以快一点 有增值的时候 就cash out出来 你00年买的房子 08年20万变30万了 你cash out的钱就出来了 你30万的房子 马上到13年 这30万的房子可能就变成15万了 有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发生 你就多了一个选择 因为你这个房子已经变成15万了 这30万的房子的贷款 你可能还有22万 但你一看房价可能就值15万了 你有可能先去买一个15万的房子 然后把你这个房子就推给银行了 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支付抵债了 它的贷款比这个房价还高了 就至少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我自己喜欢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 就买新房 买新房 这样你可以长期持有 你就买一个新房 你持有30年 这个房子是30年的房子 像我现在2019年 我想1989年的房子 还是挺好的 你新房 你可以持有的时间长 还有新房 前五年 几乎没有什么修理的 你会比较省心 新房子还能吸引好的房客 很多房客一辈子没住过新房的 我们那些新房客 我们那些房客住 一开门 开我们新房子 我们说住给你的时候 他真的眼泪都会掉下来 有一些情绪容易激动的 就是他从来都没机会住新房的 你可能会吸引到好房客 然后房客有可能会珍惜你的房子 因为他住进新房子里了 那第七就是说房子越多 你持有的成本就越低 你的风险就越低 首先你造住可以持续进行 你就说我现在 我这个房子出租了 已经已经没有了 但你可以继续住 继续放在市场上 尤其你这个房子都在差不多的地区 有人会说 哎我想住这个房子 你会跟他说 这个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 但是我旁边两个卖 有个差不多的房子 马上两个月就空出来了 就是你可以造住一直进行 你修理也很省心 就是你可以有一天 你有十个房二十个房 或者更多的时候你都可以雇一个专门的人 那个人就帮你去负责这些修理了 如果你很汉地 或者是说你不汉地 你培养你老公去汉地 你可能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兼职 或者全职的工作 很多就博士毕业的 高IT的 在amory的 在CDC的 他们曾经怕什么 都怕哎呦 突然这个放定给裁了 突然我老板没有钱了 他会丢工作的 你如果一直我就看准了 我通过房地产 我建立被动收入 然后你就坑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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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突然一数 我已经有三十个房了 结果你老公可能被CDC给吵了 你不怕的 因为他马上这些房子 就够他一个工作的 就是你在这个积累 被动收入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在给自己准备了一个 兼职或者全职的工作 第九就是你要活很长 活很长 你说我活到一百二十岁 你活很长 因为你活得越长 你会发现你的收入越高 如果你说我刚买了房 我突然五年五年 我突然有个车祸 我人不在了 就你的养鸡还没养大了 你人先没了 就是你活得要很长 很长很长 你活的时间越长 等到有一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名下有三十个房 我缺钱 我活到一百岁 我可能十五个房 已经开始 已经卖掉了 因为我要花那个钱 然后你那些孙子 虫孙子对你会很好 因为你手里还有十五个房 好日都在后头 要长寿 这是我这一期 想给大家 我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